本土民主前線前發言人梁天琦等人被控暴動等罪 案件押後到下星期一繼續 高等法院早上就案件進行法律程序 梁天琦及另外5個被告被控前年2月8日至9日期間 在旺角瓦家路街、山東街、波蘭街等地觸犯暴動、煽惑暴動、襲警等罪 法官班下報道禁令 只准報道法官姓名、被告身份、控罪、雙方法律代表等資料 及案件押後日期及保釋條件